这海鲜大餐是我们华人的最爱 最近我们的美食俱乐部在Union City 发现了这一家Cajun风味的海鲜餐厅 叫Bagga Bayou 我们一起赶快进去打探一下吧 听老板说这家店的诞生很有意思 白亚白悠是从后院里诞生的 我和一群好朋友受其他卡针餐厅的启发 在后院里尝试做卡针风味的海鲜 我们想要分享给我们的朋友 还有朋友的朋友 来到这里的顾客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因为这里就像一个家一个后院 白悠意味着来自沼泽湿地的食物 因为我们从河口地带获得了很多海鲜 比如小龙虾 然后我们把它们带到我们的餐厅里 原来大家Bagga Bayou是这么来的 一听到Bagga 熟悉美国地理的朋友一定会联想到 位于Louisiana州的Mississippi河口地带 没错 Louisiana州的内侵之一就是Bagga State 而著名的Cajun字卡针风味 就起源于Louisiana州 虽然这是卡针餐厅 但我们采用了很多亚洲香料 像是柠檬草 姜 大蒜 我们也使用泰国辣椒等等 这就是我们独特的风味 如果吃过Cajun食物的朋友都知道 这一边的手套超级质量好的 这样子呢 食物的味道就不会沾到手里面去 好了 我现在要吃了 来自越南的老板在传统的卡针风味中 融入了亚洲元素 也更体贴我们华人的口味 老板精心调配的酱汁 使用十几种新鲜的香料和果肉 在黄油中腌制熬煮了肠 味道芳香而浓郁 我们这里最受欢迎的食物之一就是海鲜烹煮 新鲜的螃蟹 新鲜的龙虾 绝大多数客人经常点虾 我们最近提供很多无头虾 我们的牡蛎也很出名 生鲜牡蛎是这里最棒的 但我想说 如果你没有尝过我们的龙虾层明治 它绝对值得你来试一试 来听听我们的试吃员在评价吧 这个叫做春卷虾 这个也很好吃 很炸的酥酥脆脆的 很像春卷 然后里面是一个香 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一种烤的青蛙腿 它这个烤的青蛙腿真的吃多 没有用力 非常的脆弱 我现在吃的就是 炸的秋葵 秋葵你有听过炸的吗 它口感呢 就不会让它平常那么黏黏的 然后还挺脆的 我们中国人叫这叫花嘎嘛 然后这个Cajun的吃法也很好吃 经过我们这一次美食俱乐部的释出活动呢 我们发现这个Louisiana风格的 不仅保留了这个传统的Cajun风味 还融入了这个亚洲的元素 我们绝对是非常喜爱 那也推荐给大家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不过他们家晚餐的时候 人气很旺 通常都要排队 如果你不想等太久的话呢 一定要早点来哦 或者趁午餐的时间 来享用一番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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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